一个青年突然去世 死因一时沉迷 但是他们同乡人就没有跟他说 是什么死 火车站的监控下 突如其来的争吵揭开悲剧序幕 交流的之中呢 这个火药味比较粗 抓捕现场 五颜六色的灯光 在传递着什么讯息 变换不同颜色的灯光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宁静的画面下 暗藏惊人秘密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无声的消逝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现实世界里头 但是每个人呢 又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精神世界的不同 才是人与人最大的不同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尝试去理解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群体的话 就必须努力的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2016年9月11号 湖南一名中年女子呢 突然接到了一条陌生的号码 发过来的短信 这条短信呢 拉开了一个悲剧的序幕 就是这个号码打我 我到那里要说 你儿子快不行了 你快点来 就是这样子 儿子出事了 怎么出事的 短信是这么说的 你儿子在上海南站附近 发生了交通事故 头部受了重伤 要说这位女士呢 确实是有一个儿子 姓何 我们就叫他何欣吧 何欣呢 她确实是在上海打工 但是儿子出事这么大的这个事情 却是一个陌生短信发过来的 这何妈妈就觉得不可信 多半是什么诈听短信的 所以就没理她 可是没想到 接下来何妈妈就在手机上 看到了一个让她感觉到 天崩地嵌的画面 她那个母儿子的同乡人 赶到长海医院 拿手机拍了照 和她儿子死亡 抢救死亡的这个情况 把她拍下来 发微信给她了 她看到这个信息之后 她才知道了 儿子突然就这么走了 何妈妈震惊到几乎崩溃 而就到这个时候 有一个陌生人呢 又突然登门了 这人呢自称姓张 我们就叫他张宇 张宇呢自称是何欣的老乡 说是何欣出事了 他专门是来接何妈妈去上海的 何妈妈当时觉得张宇很热心 还很感动 就跟着张宇去了上海 可是在跟张宇相处的过程当中呢 何妈妈却感觉 他似乎在有意的隐瞒什么 但是他们同乡人就没有跟他说 是什么死亡的 只不过说是上海南站 交通事故死亡 张宇的反应让何妈妈有些奇怪 但是到了上海呢 何妈妈确认儿子真的死亡了 他也顾不成那么多了 悲痛之余 赶紧就去报了警 当时接到报案的是上海南站派出所 因为据说核心就是在南站出的交通事故 可是呢当南站派出所的警察 查阅了事发当天的情况的时候 哎 奇巧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当天南站并没有发生什么交通事故 张宇欺骗了何妈妈 他为什么要这么多呀 核心又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当时的警察决定从抢救核心的医院入手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重要的线索 当时呢他们查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晚的七点钟 有一伙呢把这个死者送往这个无尽医院了 然后这个无尽医院因为它是这个医院条件不行嘛 转到的这个第五轮名医院 然后第五轮名医院呢 这个再转到这个长海医院 有一伙人把核心送去医院 这一伙人是谁呀 可惜他们没有留下电话和地址 但是警察查到有一个人自始至终都陪在核心的身边 这个人就是把核妈妈带来上海的张宇 很明显张宇一定知道核心死亡的真相 可是他为什么要撒谎说核心死于交通事故呢 警方当时呢想要找到这个张宇问个清楚 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呢张宇却消失了 从他的行为来看 他应该是有意在躲避警方的调查 为什么呀 难道张宇跟核心的死亡有什么关系吗 因为张宇已经失踪了 所以警方呢只有通过其他途径来破解这些谜团 当时呢警方就想到核心是在上海南站出事的 火车站呢都是装了监控探头的 所以可以通过这些监控录像来寻找线索 但是呢 这可是个苦活 因为南站很大监控录像太多了 有几百个探头 事发当天产生了上万条信息 这么一个个找下来那是非常辛苦的 不过警方的工作很仔细 就在这个海量的信息画面当中 他们竟然发现了某段视频的角落里头 有一个模糊的小身影 看着很像是核心 大家来看啊 这是在后车大厅的这个监控探头拍下的一段画面 就在画面的右边 有三个看着很年轻的男子在说话 警方竟然辨认出 那个背着身的男子就是核心 这都能被警方辨认出来 可见警察确实是做足了功课 那这段视频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警方认为这里头至少传递了两个信息 首先核心是面向两名男子说话的 从这个交流方式来看 那两名男子呢是一伙的 而核心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另一个重要信息是警方判断 核心很可能是正在跟他们吵架 据我们看的交流的之中呢 这个火药味比较足 因为他们的两只手的这个肢体活动啊 幅度比较大 这两个信息很重要 说明在核心死亡的事件当中 这两名男子很有可能参与其中 那么接下来这三个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当时的这三人的争吵呢 持续了十分钟左右 然后呢核心就走出了旁边的大门 另外两名男子就跟着他一起出了监控画面 随后警方立刻调取了后车大厅外边的监控 结果这一看就在后车大厅外边的平台上 一个惊心动魄的场景出现了 就在监控画面的右上角处 警方辨认出了核心等三个人的身影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冲突升级 开始动手了 那个穿黑衣服的开始把包交给了这个穿绿衣服的 开始推上这个被害人 被害人也进行了一段的缓起 要顶他 对 用肩膀去顶他 最后这一下击倒 被害人倒地了 然后他们俩开始离开了 当时也许是事发太突然了 周围人都没有意识到核心情况的严重 连那两名起冲突的男子也没把这当回事 我们看到他们是不慌不忙地离开现场的 而接下来视频所拍下来的画面 就是核心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影像了 当时呢 核心孤零零地躺在地上 身体还有轻微的抽搐 但是呢 却明显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核心当时在地上一直挣扎 慢慢地 他连挣扎的举动都没有了 移动不动地躺在了冰冷的地上 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你跟我作对 下场就是这个 嫌疑人的行为非常冷酷 这也让警方非常惊讶 核心到底跟对方有什么矛盾 竟然要受到对方如此严重的惩罚呀 要解开这个谜 首先得找到这两名嫌疑人 这个时候呢 警方通过对视频的仔细分析 又发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细节 他们发现 核心跟两名嫌疑人的相遇啊 似乎不是事先约好的 而是偶然预见的 这就说明两名嫌疑人来南战 其实是另有其他目的的 一般来说嘛 人们到火车站来干嘛呀 除了赶火车呢 不就是买火车票吗 于是警方立刻就调取了 这个售票窗口的视频 寻找这两个人的身影 结果很快就有了重大发现 终于找到了其中一名关键嫌疑人 但是这位嫌疑人很奇怪 他不买票 就一直在售票机那儿躲晃又晃 警方判断 他这个时候多半是在等他的同伙 也就是核心案当中的另外一名嫌疑人 可惜的是因为他站的有点远 所以他的样子呢 看着不是很清楚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做了一个让警方意外的举动 他这个时候已经上来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这位女士啊 不会操作这个自动手套机 他上来好心的帮他一下 正因为这个热心之举 让嫌疑人的样子 比较清晰的暴露在了画面当中 看到这儿呢 大家可能会有些意外 一个冷酷夺走他人生命的嫌疑人 在另一个场合 却是一个热心助人的好青年 人性的善与恶 神秘的交织在了他的身上 让人非常的好奇 何欣究竟跟他有什么矛盾 会让他把身上的恶全都给激发出来 要解开这个谜 就得找到这名嫌疑人 那当时呢 警方把嫌疑人的截图 发给了各个派出所 结果上海站派出所那边 很快就有了信息 我看了以后这个学徒呢 脑子里忽然闪过啊 这个人就好像是上两个月 被我们这里因为违法行为 处理过的一个人 我们派出所呢 治安罚款过以后啊 我们都会留下那个他的档案 我们后来一看这个人 是我们这里贵州结的 嫌疑人有过案底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嫌疑人两次犯事都在火车站 这仅仅是个巧合吗 后来的调查发现 这里边其实另有引擎 好 当时有了嫌疑人的线索之后 他的身份信息呢 就被警方完全掌握了 这名嫌疑人呢 叫严强 只有20岁 是个贵州人 事发的时候 严强跟几个同伴 一起居住在上海金山区的出租屋里 有了这些信息 刑警队的警察呢 决定对严强进行抓捕 当时呢 警察赶到了严强的出租屋外 抓捕之前 警方得先观察一下屋内的情况 这个时候呢 刚好有一个人回到这个出租屋 警方呢 就看着他进门 结果一个让警方大吃一惊的怪异现象出现了 正常情况下人进家门是按门铃 可是这人进屋子按的却是灯 而且这灯还跟那霓虹灯似的 会变颜色 一般人家哪会这样 当时警方就怀疑着 没准是故意安装的一报警机关 为的就是提醒屋里的人有异常情况 这么说来 难道这个进屋的人已经发现屋外有警察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屋子里头一定有鬼 不然怎么会设置这么特殊的警示装置呢 当时警方密切观察着屋子里的动向 看看他们是不是接到信号之后就会逃跑 可是奇怪的是 屋子里的人该干嘛还干嘛 没什么异常的举动 警察心说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观察了一阵子之后 警察决定进行收网行动 可是当他们走进出租屋的时候 一个更让他们警惕的情况出现了 屋子里的人呢 似乎知道他们要来 这门都没关 是虚掩着的 警方当时透过门缝看到屋子里的人呢 都若不其事 玩手机呢玩手机 看书呢看书 似乎根本就不在意屋外的发生了什么 警察办案多年 还真是第一次碰到这么淡定的嫌疑人 根据这奇特的一幕 再加上之前屋里闪烁的灯光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这屋子住着的绝对是一群很特殊的人 而他们的这个特殊性 也许就跟核心的死亡有关联 刚才我们说到警方上门抓严强的时候 发现他的同伴们那个行为很特别 当时警察呢觉得这不对劲 可是接下来奇怪了 他们的抓捕行动却是异常的顺利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已经落网的嫌疑人严强 通过他警方解开了出租屋里的秘密 原来嫌疑人严强呢是一名龙亚人 跟他同住的那几个人也是龙亚人 因为按门铃呢龙亚人听不见 所以这些人就在出租屋里头 安了一个灯光装置 如果有人回来 只要一按开关 屋子里就会有灯光闪烁 屋子里的这个同伴呢就知道有人回来了 要去开门 原来是这个原因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警察都到跟前了 屋子里的人也没反应 因为他们听不到动作 好在确认了严强是一名龙亚人之后 那么他跟这个受害人核心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为什么他会夺走核心的性命 据严强回忆 他是在2016年的年初离开朗家来到上海的 到了不久呢严强在大街上偶遇了一个姓徐的男子 只用了10分钟 这俩人就变成了好朋友 龙人交友一个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跟我们正常人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可能受到一个听力障碍 所以他们的心智是比较单纯的 那么可能在路上碰到了一个看到会打手语的人 他觉得跟我是一个同伴是一个龙人了 他们可能就会成为朋友 没错严强认识的这名徐某吧也是一位龙亚人 而他正是核心案件当中的另一名嫌疑人 那么说到这儿呢 可能很多人也猜到了 案子的被害人核心其实也是一名龙亚人 这个案子其实是发生在三名龙亚人之间的一个悲剧 那么案发当天这三名龙亚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严强回忆那天呢也是在无意当中 他跟徐某在上海南站碰到了核心 徐某呢跟核心过去就有矛盾 所以一见面就吵起来了 而严强呢他其实跟核心一点过节都没有 所以他开始的时候没有参与吵架 他也上去劝他们不要再就吵下去了 也希望克制自己 按照严强的说法他是在劝架 可是我们看到之后的视频 却是他一拳致命击倒了核心 而徐某呢反倒是在一旁观看 这个情况跟他说的严重不符 对此呢严强是这么解释的 但是他当时就觉得他好像那个人因为可能脸部表情啊手语是有点讽刺他 互相推扫的过程当中就是把这个人推倒了 他开始就是把他都推倒以后嘛 他开始认为这个人是假装是爱倒 所以他没意识到后果那么严重 照严强自己的说法 这就是他为了所谓的朋友一起一时冲动惹下的大祸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严强的这个过错呀真是让人很惋惜了 那么说到这儿又有个疑问了 另一位嫌疑人徐某跟社会人核心之间到底有什么暗议案呢 为什么会引发这场致命的纠纷呢 在火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场合 也许有人会碰到过类似的场景 有个龙亚人突然来到你面前打着手势 让你献爱心 做块小牌子上面写着献爱心三个字 然后呢手上拿这本子 你比如说多少钱 他们会写一个名字 然后写二十块 写三十块 他给你做个登记 然后呢就给你一个小书签啊 小的钥匙扣啊等等 就是给你做一个回报 就说是这样子的 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乞讨 跟一般乞讨不同的是 他们老是打着红十字会 残疾人联合会的旗号 来获取别人的信任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要向大家强调 这一切都是假的 残疾人联合会 包括那个红十字会 它本来就是帮助残疾人 它怎么会让残疾人到 社会上去进行乞讨呢 这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种乞讨 其实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所以大家以后见到类似的场景 千万不要上当 好 说到这儿呢 也许大家也猜到了 受害人核心 嫌疑人徐某都是以此谋生的 而双方的矛盾 其实就是为了争地盘 原来受害人核心的 原本是在上海南战乞讨的 后来呢 他发现医院的收入更高 就想到医院去 可是医院呢 是徐某等人经常乞讨的地方 于是为了争夺这块地盘 双方就发生了矛盾 而案发的这一天呢 核心与徐某相遇 他们正是因为这个疾院 起了冲突 最终导致核心送了命 看上去嘛 核心的死亡 是一场情绪失控下的意外 但其实呢 它是一个畸形江湖的牺牲品 因为在那个江湖里 每个人的谋生资本 只有身体的残疾 而资源却是有限的 这就必然导致 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 核心就是死于这场江湖混争 而他一定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说到这儿呢 我们又要回过头来说说受害人核心的同伴 张宇 他是把核心送入医院的人 也是他把核心的妈妈接到上海 可是他却在警方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 选择了消失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谜团 在办公室当中 警方找到了张宇 他原来也是一名荣耀人 据张宇回忆 他发现核心出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天他和另一个同伴刚好在上海南站 偶然发现核心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 张宇吓了一跳 赶紧就跟同伴一起把核心送回了家 后来呢 他们又辗转把核心送往几家医院抢救 最终目睹了核心不治身亡 那么说到这儿 张宇应该是个很热心的人 可是他为什么会在警方调查这个案子的关键时刻 突然跑掉了呢 可能大家也猜到了张宇 他也是非法乞讨一群当中的一员 所以他才会特别害怕面对警方的调查 其实这个案子当中的龙雅人们并不是一无是处 他们有很单纯的一面 比如他们很容易交朋友 而且对朋友都特别愿意付出 像张宇对核心又是送医院 又是千里迢迢的去找核心的母亲 确实是很仗义 甚至嫌疑人严强呢 显然也很珍惜跟许某的友谊 也许上天让他们的世界没了声音 反而让他们更多了心灵的交流 不过很可惜 这些人却集体走上了一条歧路 其实我们相信除了一部分确实是好意勿劳的人之外 一定有很多的龙雅人并不喜欢欺骗人的生活 他们不会有谁天生就喜欢欺他 也许龙雅人获取信息的手段少了声音的这个重要的载体 所以他们在谋生上遇到困难的时候 很容易退缩在自己的无声世界里 有些人也许就此走上了其路 所以我们的社会也应该对他们多一些帮助和耐心 要让他们知道就在他们的身边 帮助其实无处不在 那么其实现在我们少海市的一个残联 对我们龙雅人这块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就是只要你有一定的学历 到我们残疾人联合会去进行登记以后 残联都会帮你通过一定的机会方式 帮你介绍工作 帮助龙雅人的其实不光是残联 还有很多爱心机构都会向他们伸出援手 甚至连这个案子里的办案警察也一直关心了他们 案件结束之后 项峰警官就给其中的一位龙雅人发了一条信息 内容是这样的 孩子命运带给你们的不幸 不是用来做坏事的本钱 自强不息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你们的路还很长 以后遇到困难可以找我 我会出现在你们的身边 所以大家看 爱心真的不需要去乞讨和欺骗 它一直都在人 好给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印度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乐乐方式告诉给我们 后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各位观众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